是装哪一个,装2.33的这个好了 因为至少这个2.33的 它比较相容 我是建议暂时还是不要装4以后的版本 我觉得问题还是蛮多的 那这个部分呢你们先检查一下 如果没有请到这一个 我们这上面有个OpenAndroid的SDK Manager 请你把这个地方把它装起来 那这里的话请各位看一下 如果你没有的话 往下找,找到那个这边有一个2.33 10的版本 那确定一下这个地方有没有打勾 如果没有打勾的话 请各位把这个地方 你先找到2.33的版本 然后呢看一下就是把它展开之后 看一下Google APIs的地方 有没有install 如果没有install 请你把它打勾 然后再把它install 那其他的都不要装 它可能会打勾其他有的没的 像这个暂时先不要打勾好了 它好像会预设会帮你把它做打勾 那这个地方一定要先打勾 那安装的话先把它安装起来 这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呢 确定有没有这个版本 第二个就是说你在模拟器里面 那我们前面 都是用没有这个Google API的版本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要run 这个Google地图的话 你也一定要装一个 就是有Google API的这个模拟器 那两个之间是不一样的 好 这里的话我想各位先看一下 这个地方里面的环境 确认一下有没有这个Google APIs 如果没有的话请你先把它装起来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呢 你的模拟器 如果说你模拟器里面是旧版的 请你new一个 那这边的话呢 请你也建立一个模拟器 这个模拟器的话呢 请你建一个APIS 好不已经有我先后面给它一个2好了 那target就是说呢 如果你这个Google API的版本有的话 请你选这一个 也就是说呢 我们模拟器也要有Google API 这个程式库 我才可以run的起来 那size的话我给它512好了 OK 然后底下的话我用hvg 把它new create一个新的 那将来你要执行Google地图 也要这个Google APIs的模拟器 否则也是run不起来 这一点要特别注意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首先的话呢 第一个我们先来讲一下 如何申请Google地图的金钥 第一个 这里的话呢 首先稍微说明一下 如何申请这个金钥的部分呢 因为呢 MapView我们会使用到一个 叫做MapView的一个类别 这个MapView的话呢 是专门来呈现什么 Google地图的元件 那使用MapView呢 必须在Enjoy API Key的地方 输入什么呢 Enjoy的Map的API Key 简称就是API金钥 那申请的流程步骤 特别重要 一请你找到什么呢 这个Debug Keystone的路径 预测路径 第二个的话呢 依照这个档案路径呢 必须要给一个命令 这个命令的话呢 就是 是 谢谢大家